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雖然來介紹 今天雖然起早了一個小時 但是大家都還知道 而且還有人 起早了兩個小時就來了 我想可能是 還是記得睡覺以前 記得說明天要起早一個小時 可能是拿手機 手機是會自動換時間的 起早了兩個小時到 謝謝神 來清晨的時候 來看一首電視的觀點 基督教在所有的 宗教信仰裡面 是很特別的 因為 基督教重視的是一種關係 而不只是宗教的實踐 基督教 基督徒的目標 是要培養一種 跟父神同行的關係 而不是去嚴格的遵守一些 輕微戒律的生活 而這種關係的建議 是藉著耶穌基督 還有聖明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他們的工作 而達成的 我們相信 我們所讀的聖經 是神所默示的 是上帝 準確沒有錯誤的話 裡面的教委 是最高的權威 我們也相信 神是三位一體 就是聖父聖子聖靈 我們也相信 人的被造 為的是要和神 有特殊的關係 只不過因為 罪的緣故 使人跟聖結的神 隔離了 基督徒相信 耶穌基督降生到世界上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最後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徒也相信 耶穌死了以後 曾經被埋在神墓裡 不過三天以後 照著他死以前 所說的復活了 他現在在聖父的右邊 為每一個信號他的人 祈求 一直到永遠 我們的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償還了所有人類 因為罪而欠的債 就是該死的債 他重新建立了神 和人之間 被破壞了的關係 人如果想要得到拯救 就必須要相信 耶穌在十字架上 所完成的這個工作 任何人 只要相信 耶穌曾經為他死 為他的罪付上的代價 而且復活了 那麼 這個人 就是一個得救的人 人沒有辦法 靠自己的力量 去做好事 去考神的行為 而得到救人 因為我們都是罪的 而且 耶穌他已經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 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你還記得嗎 就是 成了 所以 人也沒什麼好做的 只有 只有接 或者 無接受 耶穌已經預備好的救恩 而已 就跟沒有人能夠靠自己的努力 得到救恩 的這個道理 人一旦 相信了耶穌在十字架上面 所完成的這些工作 就不會失去救恩 這個工作是耶穌做的 而且完成了 救恩 一點也不依賴於人 在約翰福音那邊 耶穌說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 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裡 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赤給我 他比萬有都大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 把他們奪去 正因為如此 所以有一些 好像很聰明的人 他就會想說 啊 真好 一旦我得救了 就能夠為所欲為了 也不會失去救恩了 但是 得到救恩 不是說就可以為所欲 一個人得到救恩 是指在罪的本性裡面 得到了釋放 不受罪的捆綁 可以自由的追求和神的 正確的關係 即使是基督徒 只要在這個世界上 活在這個有罪的肉體裡面 多久 就會要和罪掙扎多久 可是人如果活在罪裡面 是會阻礙了神想要跟人 恢復的那個關係 換句話說 如果一個人信了主 還活在罪裡面 就不可能想 想有神 想要跟他建立的關係 但是基督徒可以學習 可以因著學習 應用神的話語 而戰勝罪 不受罪的支配 轉過來 守聖靈的支配 這也是我們所常說的 在日常生活裡面 要接受聖靈的感動和實力 透過聖靈的幫助 能夠遵行神的話 所以當很多的宗教 要求人這個能做 那個不能做的時候 基督教告訴人的 是要建立一個和神的關係 總結說起來 基督教的信仰 是耶穌為了償還我們的罪 而死在十字架上 他又戰勝的死亡 復活了 使我們因為相信他 而有盼望 我們的罪戰 因為他的緣故 而父親 也就恢復了 跟神的和好關係 我們能夠 戰勝罪的本性 順服神 跟神同行 這就是聖靈所說 信仰的真理 在上個禮拜 我們看到了神跟人定約 就是在 就是在第二十三章那邊 就是在第二十三章那邊所說的十件 那個是神給人的最高的指導原則 我們來分析一下 第一屆是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第二屆是 不可為自己 妖科偶像 第三個是 不可忘稱耶穌法女神的名 第四個 是當紀念安息日 所謂聖日 接下來是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的 第五個 是當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才是長壽 第六個是 不可殺人 第七個 是不可奸民 第八個 是不可抽到 第九個 是不可作假見證獻害人 第十個 是不可貪念人的房屋 並他一切所有的 這是 神搬給我們的實踐 但是到了第三十二章 我們就看到 以色列的名 很明顯的 把神跟他們所立的約破壞了 他們製作了一個金流毒的神像 摩西看了非常的生氣 就一氣之下 就把神給他的實踐的這個法板 塞在地上 把它塞碎了 上帝也非常的生氣 要殺這些百姓 第三十三章 就是摩西向神祈求原諒 而神也回應了摩西的祷告 到了第三十四章 就是我們剛剛所讀的 神要和以色列民重新的立約 藉著宣告他的名字 殘明他的本性 解釋敬拜的爭議 要預備以色列民真正的享受 在約裡面的生活 從這一章 上帝和以色列民的互動裡面 我們要來學習 怎麼樣重建破裂的關係 這有三個進程 第一個 就是要撫平撕裂的傷口 第二個 就是要確認彼此的位置 第三個 就是要實踐信仰的生活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要撫平撕裂的傷口 關係 既然破壞了 如果想要重建的話 就要先撫平撕裂的傷口 所謂在哪裡跌倒 就在哪裡站起來 在第一節那邊說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你要著出兩塊石板 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樣 齊上的字我要寫在這板上 神要把先前所寫的文字 寫在和先前一樣的板子上 這好像我們的電腦 如果出了毛病的話 不知道怎麼辦 中毒還是幹什麼 在Windows系統裡面 有一個時光回溯器的功能 非常好用 你就可以把時光倒流 回到那個出了問題之前的那個時候 這樣子那個問題就 基本上是沒有了 但是摩西他在這一次跟神會面 和他之前的那一次會面 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 就是耶和華和摩西 一同站在那裡 宣告耶和華的名 雖然摩西有和神相遇的經驗 但是我相信他這個時候 心裡面肯定是七上八下 戰戰兢兢的 因為老百姓們犯錯了 那耶和華神要做什麼呢 像前面一章二十二節 耶和華從摩西旁邊經過 不過不同的是 這一次他宣告他的名 耶和華 耶和華 連續讀了兩次 就是要強調的意思 對西國來人來說 名字是很重要的 他表現出一個人的特性 譬如說摩西 是因為他被人從水裡面救起來 譬如說彼得 他的意思是磐石 耶穌曾經對彼得說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 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在聖經裡面 多次的提到耶和華說 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因為名字就代表了這個人 當神宣告他說 他的名為耶和華的時候 這個名字有聖結公義的意思 當以色列明聽到耶和華 這樣子來自稱的時候 或許他們就會想 哇 這麼偉大聖結的神 肯定不想看他們這些 叛逆的老百姓 有什麼關係吧 可是耶和華神他怎麼說呢 他說 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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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不輕易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為千萬人沉流慈愛 盛免罪孽過犯和罪惡 當耶和華在介紹他自己的時候 他表露出他是有憐憫有恩典 難有慈愛誠實寬恕的神 在先前他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 但沒有這一次他說的這麼徹底 這麼完整 先前他是說 愛我守我説命的 我必向他們發慈愛 直到千萬 在這邊他所表露出來的 是他豐盛的慈愛 耶和華 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 這個喊瓜的範圍很廣 他好像是在說 不要安一 我赦免一切一切的罪 包括你能用精油毒的神像 來代替我這樣子的罪 在這兩次之間 神有什麼改變嗎 沒有 改變的是人 以色列明 他們要求要用一個精油毒的神像 來代替神 但是耶和華神 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就照他們所做的 去毀滅他們 而是更擴大了他的恩典 甚至大到了 人需要有相當的勇氣才敢去面對 保羅他曾說 律法本是萬一天的 叫過犯險多 只是罪在哪裡險多 恩典就更險多了 哪裡沒有罪 哪裡就險不出恩典來 也就是說 耶和華神 要用我們的罪 來顯出他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時候 如果我們太過的強調聖結的話 我們也要很小心 我們可能會扭曲了神的形象 聖經裡面說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所謂這個萬事 當然是包含了所有的事情 好的不好的 都是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在下個整個日 我要傳講的是患難的價值 人看起來不好的是 在神的面前 都有他的能力 沒有錯 我們的神是蠻有恩典綿密的 即使是罪惡 有他一定的影響 但是神 也能夠使罪惡 成為對我們有益的 沒錯喔 上帝告訴摩西說 罪惡的影響 會達到好幾代以後 他的目的是要提醒以色列民 在生活行為上面 要非常的小心 也提醒那些 也提醒那些 正在受到 捧先罪行影響的人 要切斷這個罪惡的所謂 我們感謝神的恩典 因為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 出於上帝的管教 正是他恩典的展現 問題是 人能不能夠 意識到這一點 如果意識不到的話 就只能夠怨天尤人 氣自己 怎麼這麼老美 當摩西裏受了上帝的管教 的時候 他的歷史的反應 就是馬上 跪在地上 俯伏敬拜 如果上帝的管教 沒有給我們帶來 這樣的反應的話 或許 我們就還沒有 真的明白他的恩典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不曉得做過幾千個 幾萬個錯誤的決定 是違反上帝心意的 即使是到現在 可能每天繼續還在做這樣的事 使徒保羅他就說 就如經上所記 沒有藝人 連一個也沒有 沒有明白的 沒有尋求神的 都是偏離正路 一同變為無有 沒有情善的 連一個也沒有 有的時候 我們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好 也有的時候 我們想要靠自己的力量 去勝過罪惡 弟兄姊妹 不管是出於什麼樣子的動機 這樣的行為 努力 不只是在拒絕神 也是在拒絕他的恩典 我們總還以為 我們的神 就像我們小的時候 看到的那個七爺八爺那個樣子 看起來就會讓人家產生了 畏懼感 我們總想 用自己的量子來量上帝 我們可能會想說 我連自己都原諒 都不能夠原諒我自己了 上帝怎麼可能會原諒我呢 這個就是因為 對上帝的恩典很陌生的緣故 以至於啊 一有過錯了 就會像那個 無知的小孩子一樣 處在一種擔心 受他的情境裡面 想要躲起來一個人 可是很不幸的是 我們又經常繼續不斷地會犯錯 然後要躲起來 這樣子就會成了一個 惡性的循環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的神是有豐盛的職愛和誠實 為千萬人存留職愛 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 他道成肉身來到了世界 成為人 所以他知道 他也理解我們的軟弱 當我們有過犯的時候 首先千萬不要去迴避 不要想說怎麼樣去隱藏起來 因為那是沒有用的 對於無所不知的神 躲得了嗎 我們只能夠坦白地 來到祂面前承認 恳求祂的原諒 因為祂是赦免罪孽 因為過犯這個兒子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輕鬆 美國的Charles Colson 他曾經是狄克森總統的一個重要的幕僚 後來因為參與這個水門事件而坐牢 出獄以後 他就投入了監獄福音的工作 有一次他到巴西去參觀一所監獄 在二十年前 這所監獄 惡名昭彰 算是黑牢 裡面的窮犯 都會被羞理得很慘 因為太壞了 後來有三位基督徒 向政府部門申請來管理 我不曉得巴西的建議制度 怎麼可以這樣子 三位基督徒 申請來管理 他們得到了許可以後 就把他管理成為一個 基督教的矯證所 他們不限定直送基督徒 但是進到這裡來的人 很難不在短時間之內 就成為了基督徒 根據記錄 這間矯證所所出來的人 他們的債犯率是百分之四 而全巴西的罪犯 債犯率是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Charles Colson 他就很好奇 帶著滿老人的疑問疑惑 要來參觀來考察 究竟他們是怎麼做的 在這個市的人 很確定他們是 真想要知道這個秘密以後 就帶他們穿越了很多 已經是空的牢房了 那個空的牢房裡面 大堆那個 各種嚴刑獨大 虐待的那些設備 他們都讓人保護自難 不過現在都是空的 他們走到最後一間的時候 門一打開來 裡面是空空的 只有牆上有一個 木頭雕的十字架 上面還有一個人像 上面寫著 囚犯耶穌 負責人跟他們說 這個就是他們的秘密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 所有的人成為了囚犯 犧牲了 這個就是上帝的恩典 我們人犯的罪 本來應該被關到囚牢裡面去的 但上帝把耶穌赐給了我們 代替了我們 上十字架 他的恩典是這麼的浩大 不管我們想要怎麼樣去回避 都回避不開他的恩典 也不管我們犯了多大的罪 也大不過他的恩典 不管我們想什麼 說什麼 或者是做什麼 對上帝的恩典來說 都算不得什麼 他赦免我們一切的罪面 過犯和罪惡 我們所能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 他都願意赦免 他總是張開了雙手 願意再給我們一個機會 所以摩西他就請求上帝的原諒 在第八節裡面說 摩西急忙死地下拜說 主啊我坐在你眼前蒙昏 求你在我們中間同行 因為這是硬著景象的百姓 又求你盛免我們的罪、滅和罪惡 以我們為你的產業 摩西他是怎麼求的 他先求神可以在他們中間 和他們在一起 為的是要建立關係 他在求神原諒他們的過錯、罪惡 還要求神以我們為你的產業 他們要做神特別寶貴的產業 這個也是要重建關係 從第一節到第九節這邊 我們看到上帝他啟示他自己的本性 他願意饒恕 即使是面對了背叛的以色列民 把金牛途的神像當作神 上帝都還是在饒恕 但是饒恕歸 饒恕 問題是上帝願意跟這些以色列民 建立關係嗎 還當他們是特別的產業嗎 他會不會像我們 神經常聽到的有時候 好我原諒你 不過咱們以後 各過各的 誰也不欠誰的 上帝會這樣嗎 對 好我們再看 第二個 要確認你此的位置 以色列民被叛了上帝以後 摩西祷告求神要繼續維持關係 上帝的回答是什麼呢 我們仔細的接下去看 好像沒有看到答案 聖經有沒有漏掉 其實上帝已經回應了 上帝是這麼回答的 耶和華說 我要立約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是在遍地萬國中所未成行的 在你視為的外方人 就要看見耶和華的作為 因我向你所行的事可畏懼的事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請走 上帝要再一次的和以色列民立約 就是要藉著這個約 把彼此的關係位置 再一次的確認 立約是確認雙方的關係 保障彼此的權利跟義務 上帝願意和我們來立約 說實在 是對我們這個比較弱勢的一方 是一個保障 我們可以清楚的約定 只要照著遵守 該有的權利都可以獲得保障 我們也在約裡面 清楚的明白雙方的關係和位置 我從現在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有做過一些農委會啊 國科會甚至台電的研究計劃 做計劃的時候啊 總是會要聘用 雇用一些工徒生學生來幫忙 學生也很喜歡跟老師做事 增加一些經歷 而且還有錢啊 但是你知道 我有很多的同事 他們找學生來做事啊 不事先跟他說 要做多少時間 工資一個小時多少錢 出差的時候 這個油錢 吃飯錢 是怎麼可以 可以報多少 這些事情 老師他不說 我很多同事是這樣的 那老師不說 學生也常常不敢開口棍嘛 就埋著合作 等到發錢的時候 給你多少你就拿多少 所以 立約 其實是對弱勢的一方 是一種保障 但是對強勢的一方呢 就比較是個責任 是限制了他自己 他的權利 我們的神 要和我們立約 這個就是他 慈愛的一種表現 在定義契約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清楚 界定 假方是誰 乙方是誰 要確認 彼此在合約裡面的 那個位置 我最近就做了一個 胡同事 在2007年的時候 我在徵求我父親的同意以後 就幫我母親 只有母親一個人 申請移民來加拿大 因為父親也認為將來 母親跟我跟志亞一起住 是最好的安排 可是很奇妙的 我父親就在隔年的三月 就在睡夢中先去添加了 從2007年等了五年 一直到去年 我才知道 這個申請人不應該是我 應該是我母親 我是擔保人 所以一直在那等 等了那麼久 原來 就是這個最根本的這個關係 沒有弄對 耽誤了好長的時間 還好感謝神 他沒有要我從頭來過 只要把表德重新填寫 以母親為身型人 這樣就可以了 感謝神這一點 移民局這個禮拜以來 通知他去做體驗 上帝和以色列明 要重新的立約 就是要確認彼此的關係 在這個約裡面 彼此確認這個位置 這個是神的恩典 慈愛的流露 再舉個例子來說 就好像一個背叛了婚約的一個婦人 她拋棄了丈夫 孩子家庭跟別人跑了 經過了一段的時間以後 情夫也拋棄她了 她一無所有的回過頭來 找丈夫請求原諒 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一幕幕的呈現在丈夫的腦海裡面 終於她開口說了 丈夫說 欸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的那個情形嗎 還記得咱們從前每到週末的時候 就一起騎著腳踏車到那個鄉下去溜搭嗎 好吧 就讓我們再重新來開始吧 你還記得我曾經說過要帶你去歐洲旅行嗎 不然我們現在就去做個慶祝好不好 你等一等喔 我打個電話給旅行社看一看 你說 這是不是一個很棒的方式來說 好 我原諒你 我要還要跟你重修就好 這個就是上帝回應以色列明的方式 然後上帝再一次的叮嚀以色列明 不要再犯錯誤 把假神當真神犯 上帝形容這麼做是行邪誼 好像是通姦語 因為上帝是祭邪的神 絕不對 絕不能容忍這種事情 在第14節裡面說 不可敬拜別人 因為耶後八是祭邪的神 名為祭邪者 只怕你與那地的居民地 約百姓誰從他們的神就行邪誼 祭祀他們的神 有人叫你一遍施他的祭屋 又為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為妻 他們的女兒誰從他們的神就行邪誼 使你的兒子也誰從他們的神行邪誼 不可謂自己圖造神像 這個星期 感謝祖我們有一位姊妹 學姊姓姓 她就立刻的要求 要處理家裡面的偶像 我聽到了真的很高興 因為既然信了真神 就應該跟過去所敗的假神做個了斷 不然就等於是在一間了 只有假神他會不在乎的 他還會跟你說 哎 心胸寬大一點嘛 要包容 包容 只有假神才會這麼說的 我稍微做了一些準備 找到了一份 扣除偶像前世的禱告 它的裡面內容寫得非常地仔細 也很徹底 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的話 會後可以到外面的報告欄裡面 聽了一些放在裡面 在約裡面要確認彼此的位置 祂是神 我們是祂的旨意 這個是重建關係的第二步 第三個要實踐信仰的生活 在重建關係的這個過程裡面 先是撫平了造成關係破裂的傷口 然後呢 重新地來確認彼此的位置 接著我們就要確實地實踐 重新立約的內容 也就是說要把我們的信仰 實踐在生活裡面 首先提到的就是手足跳節 因為一色列明就是在這個節日的時候 離開了做奴隸的埃及地 接著呢 又規定他們要工作六天 第七天要休息 即使是在龍馬的時候 不管是耕種還是收歌 都要守安息日 也就是要分別為聖的日子 對於心中沒有神的人 在這一天可以當作是個睡覺日 或者是去郊遊逛街 但是屬神的兒女 有更高的要求 就是在這一天 要和眾弟兄姊妹們 一起來敬拜神 讚美神 讓心靈先得到安息再說 還有後面就是要守七夕節 收藏節一年三次朝見神 還有一些其他限期的規定 上帝都清清楚楚地列了出來 這讓我們今天好像只有在過聖誕節 壽難節 但是每一位基督徒要思考 我怎麼樣能夠在生活裡面活出耶穌 跟隨基督來 就像雅各書裡面說的 只是你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負自己 也就是說 聽懂多少的真理 就要在生活裡面實踐出多少來 認識上帝多少 生命就要活出多少來 此乎保羅說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我們就更清楚的知道 這個信仰的根基的次序 先是從基督的話 就是聖經到聽道信道行道 這是一整套的 屬神的兒女不只是聆聽神的話語 也在生命裡面活出神的話 我套用這個賈介石他說過的一句話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激起的生命 這是賈介石說的 但是對基督徒來說 生活的目的在領受上帝同在的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見證耶穌基督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活行為 通常是不信的人 他們所看到的第一篇的聖經故事 有些老基督徒會過分的強調 性的重要 而忽略的行為 其實是一樣重要的 因為有什麼樣子的生命 就會結出什麼樣子的果子來 就會有什麼樣的行為表現出來的 耶穌他曾經說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福 使徒彼得也說 你們在外貌人中應當品性端正 叫那些毀謀你們是作惡的 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見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這都是在說行道是基督徒的見證 讓世人透過我們認識主 讓還沒有認識主的親朋好友 同事鄰居 福音的對象透過我們的生命 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不只是活在聖經 活在歷史裡面 也活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邊 耶穌曾經說過一個故事 叫做浪子的比喻 有一位父親 他有兩個兒子 有一天小兒子不想待在家裡面 就向父親要求要分財產 把他那一份先給他 這實在是不像話 老爸還好好的就要分家產 這是相當大逆不道的事 簡直就是要祝福老爸早點死 這種荒唐的要求 就跟以色列民很久沒有看到摩西 就要求要做一個雞牛乳的神像 來帶領他們是一樣的 但是更讓我們驚訝的是 這位父親竟然答應 小兒子這個無理的要求 小兒子他就拿到了他的 所分得的財產以後 就去外地去吃喝玩樂 一直到把所有的錢都花光了 淪落到了幫人家養豬 你知道對猶太人來說 豬是不節的動物 小兒子現在竟然整天與豬為母 還好後來他醒悟過來了 他想在他父親的家裡面 有那麼多的工人 各個都至少是衣食無缺 我回去做個工人 再怎麼樣也比現在好啊 因為他現在已經餓到想吃豬的食物了 所以他就決定要回家 就是做個工人也好 大家可以想像 他回去以後啊 肯定爽不了各方的指責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父親會怎麼對他呢 父親會不會接納他 聖經上面說 當父親遠遠的看到了他回來了 父親就動了慈心 對這個想要他早點死的兒子 完全的接納 聖經上面描述說 父親就跑過去迎接他 這個啊 對猶太人來說 一個成年男人 更好的 這個等於是在自取其辱 成年男人啊 應該要很穩重的 一步一步的走的 這是猶太人的風俗 但是這位仁慈的父親 顧不了那麼多了 趕忙的 付上這個恥辱的代價 去為了要迎接他的小兒子 父親湧上前去的時候 抱著這個 跟豬在一起生活的兒子 還連連的給他親吻 這個 這個就是父親渴望 和他兒子恢復關係的心腸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 也是這樣子的 殷切的 要和我們建立關係 他不喜歡自己高高在上 讓他看起來很權威 很莊嚴的樣子 即使是我們一再的犯錯 一再的背棄他 弟兄姊妹 只要我們肯回頭 請求他的饒恕 他有無盡的慈愛和憐 他總是願意接納我們 要重建那個破裂的關係 你願意給他嗎 你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嗎 祈福地圖老闆